今日分享一道非常簡單的 芹菜炒肉製作教程 要講菜炒得好 耍帥少不了 起鍋燒水 鍋中加入生命的源泉 把切好的芹菜 倒入鍋中燒水 水開10秒左右倒入肉勺中控水 另起鍋燒油 加入82年的色拉油 潤一下鍋 鍋燒熱 加入色拉油 預防肉片粘鍋 加入提前準備好的五花肉 瘦肉也行 煸炒炒出香味 五花肉炒出炒香 加入蔥薑蒜小米辣 中小火煸香 煸出香味 加入少許的老抽調味顏色 加入少許的水 開始調味 少許的鹽 雞精味精 少許的白糖 再搞點蠔油提鮮 把芹菜倒入鍋中 大火翻炒 再來點生抽 在中國龍湖 出鍋裝盤 飲料非常簡單 非常好吃的芹菜炒肉製作完成 喜歡的老鐵點個關注 點個戰線